基隆市政府民政处向市议会报告 为在南农公墓里面 市政府预定耗资4亿7千多万元规划新建 可以存放鲜能骨灰骨骸 以及林卫牌的生命点藏馆 前市政府时期预定在民国114年可以完工 现在确定至少要延到民国115年才能完成 在3月21号 希望有好的营造厂商能够来帮助我们 做这个生命点藏馆营造的工作 那3月21号来开标 预计4月上旬办理相关的评审作业 最后我们预期在750个日立天 有些是115年的6月能够来完工 由于公期严重延宕 也引起市议会议员们的关心 因为是生命点藏馆已经严重了落后两年 我相信刚才我们很多同仁都讲 需要市民的需要的很多 也就希望不要的老命奔本帮他们搬去 那一次把它牵到新的柱子 整个规划这么久了 各位要知道已经把先人的骨灰 放到我们火化场对面已经放两年了 所以这个进度上真的要赶快再追上 因为一直延宕一直延宕 已经延宕两年了 会后至少请市府详述说明当时的处理过程 因为这件事情从来没有 不管是在媒体上或是在书面资料上面 都没有被公告过 那如果说今天市府内部的调查 结果已经出来了 那我就要完整公开出来 市长谢国良表示 上任市长时因为阵风处方面担心 这项工程有规格特殊榜标的情况 同时承包商涉入还没有判刑确定的司法弊案 因此在处理上特别谨慎 希望可以在民国一百一十五年 能够顺利完成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延误 那我们也会积极的办理 让他可以更按照进度来进行 但是有一点就是他在这个 去年我们刚上任在这个过程中 我必须要很坦诚的跟各位报告 也没有任何要来隐藏 就要跟各位议员来做清楚的说明 就是在这过程中 阵风处在前任重要的同仁 有表达了对于这个案子的一个关切 那认为是说在这个过程中 可能会有规格特殊的一个情况 那那个时候我们也很关注 然后又发现说承包的我们的厂商等等 也有涉入相关的一些 还未判决确定的司法弊案 所以因此我们在这部分就会相当谨慎 在这个过程中有邀请了阵风处 共同的去处理 确定就是说它的规格简单来说是不会被绑标 有这样子的情况 那所以最后花了一些时间 总是在公务程序上有把这个部分来做一个解套 但是在这过程中就是会多花了一些时间 那当然如果议会的议员有各位想要更了解细节的 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提供这个口头或其他的方式来跟大家说明 但是经历过一段的时间后 那大家这方面的疑虑也已经消除 那现在就是由积极的发包出去做一个尽快的施工 然后就如同渊翔处长说的 希望能够在民国115年能够顺利完成这件事情 议长佟姆姆也针对生命典藏馆的质询做出决议 本市生命典藏馆工程严重延宕 造成市民不便及权益受损 市府应检讨行政效率不张管理疏失等 尽数完工后 以提供市民免怀先人的优质追思场所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